国际谈话蔡总统一开头就强调 2020是险峻的一年 但也是台湾发光发热的一年 台湾在国际上的面貌越来越清晰 再一次给我们的防疫英雄们 满满的感谢 谢谢他们为台湾所做的付出 蔡总统带头向防疫国家队 表达满满的谢意 而挺过疫情 经济发展更是重中之重 台湾和美国将进行高层经济对话 寻求未来合作的空间 双方将攜手投入美洲 以及印太地区的基础建设计划 战略规划超前部署 而身为三军统帅 蔡总统也不忘向国军喊话 国军是我们的家人 也是国家主权 自由民主最强的后盾 身为三军统帅 国军的未来 未来的国军 就是我最心心念念的事情 心中无时无刻挂念第一线 保家卫国的国军 面对共军不断侵扰 蔡总统也严正重申国防立场 这番话展现坚不可摧的信念 毕竟区域和平 台湾可是扮演关键角色 坚持主权以及守护民主价值的原则 不会改变 也会保持弹性 灵活应用 我们也会更积极的参与 区域及国际的多边合作和对话 就让我们团结彼此 无路 用歌手谢明佑的歌词 呼吁国人一定要团结 连任后蔡总统首次国庆谈话 一共提到六次中华民国 但台湾则高达38次史上最多 言说内容涵盖四大方向 蔡总统展现十足信心 要带领台湾继续往前迈进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